《俄羅斯》為期一週修憲公投落幕 贊成修憲體議以壓倒性優勢勝出 普京有望執政到2036年 成為俄羅斯掌權時間最長的領導人 對內創新管理體制 對外奉行強硬加務實外交 以執掌俄羅斯20年的普京 如何繼續強國夢 下一個20年俄羅斯會走向何方 今日開始 俄羅斯人以壓倒性的多數投票贊成修改憲法 為普京連任到2036鋪平道路 為期一週時間的俄羅斯修憲公投落下了帷幕 民眾做出了關乎國家政治和社會發展方向的重要抉擇 近78%的民眾贊成修憲 而修憲的內容主要包括了改變俄羅斯總理和議會的權限 前任的總統有司法豁免權以及一系列的社會福利 而最受關注的還是清零總統任期 這就意味著現年67歲的普京在2024年任期屆滿之後 可以繼續參加大選 有望掌權到2036 那個時候他將83歲 如果成功連任 普京將會成為俄羅斯史上掌權時間最長的領導人 超過了前蘇聯領導人斯大林29年的掌權時間 7月1號在主投票日的當天 普京本人也前往了票站 完成了自己的投票 他說投票不僅僅是為了明確法律規範的憲法修正案 也是為了選擇一個我們願意生活的國家 有現代的教育和醫療 國民有可靠的社會保障 政績非常良好 對社會還負責任 我們投票是為了選擇一個為之工作 想留給子孫後代的國家 俄羅斯全國一億一千萬名和資格選民 原定在4月22號進行修憲公投 因新冠疫情推遲到7月1號 但由於要保持社交距離 疏導票站人流 所以提早在6月25號開始投票 參加投票的選民只有兩個選項 支持或反對 這場聲勢浩大的公投 就其輿論環境 籌備和監督工作的開展而言 不亞於一次總統大選 雖然公投遲到兩個月 但修憲焦點不變 最引人關注的依然是 將現任或前任總統的任期借屬 歸零的內容 根據俄羅斯現行憲法 總統任期為6年 只可連任一次 憲法修正案通過後 意味著普京在2024年任期借滿後 可以再競選兩次 繼續掌權到2036年 那時他將滿83歲 當地時間7月2號早上 所有投票點算完畢 77.9%的選民支持修憲 21.3%反對 全額投票率約為68% 7月2號普京通過視頻 就公投結果向俄羅斯公民表示感謝 他說對基本法和憲法進行修正 既要改善政治體制 又要鞏固社會保障 加強主權和領土完整 從歷史為度看 蘇聯解體至今 並沒有過去很長時間 當代的俄羅斯仍處在形成階段 這包括政治體系和經濟體系等 這 вместе с тем результаты всероссийского голосования показывают что подавляющее большинство граждан России верят, что мы можем работать лучше и так называемое расширенное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от муниципалитетов до президента обязаны сделать все чтобы оправдать это высокое доверие людей еще раз обращаясь к гражданам России и хочу выразить слова искренне благодарности за вашу поддержку что-то так называемое что-то так называемое что-то так называемое 相比6年一度的总统選舉 5年一度的杜马選舉 改變国家根本大法的投票 不是人人都有机会见证 俄羅斯此次修憲 不仅是为了解决一定的社会矛盾 而是在解决矛盾的同时 实现全力的平稳过渡 保证俄羅斯内部大方向的稳定 如何提高一个国家的政治构建 特别是作为世界大国 政治构建的治理效能 已经成为了东西方 普遍高度关注的问题 普京执政20年来 经历了种种内外危机的严峻考验 维护了俄罗斯国家统一和安全 提高了作为世界大国的国际影响力 被俄罗斯今后的发展 奠定了丰厚的潜能和强劲基础 但如何通过完善国家的政治建构 来推动经济发展 改善国际民生 已经成为俄罗斯今后的重大挑战 同时也需要在新的形势之下 探讨一个更加均衡 有效持续的政治体制 确保无论今后 普京本人是去是留 这个体制都能够适应 深刻复杂的国内外形势 接着都能够适应 接着都能够适应 在新的动力中 毫无论区学院上的 基本上的决定 在新的角度上 前期要太多了 我们在新的动力上 接着都能够适应 全部维护了 这种重大利率 都能够适应 手势应该是 这种重大利率的 好复杂的 这种重大利率 就是有效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这次修宪以后将会逐渐地把部分权力转移到议会 这样将使得很多的人才逐渐地从总统府转移出来 最终在得到了某种权力平衡之后 人才大量地进入之后 俄罗斯的议会才能够会扮演重要的角色 也就是说这些只有在普京的监督之下才能逐渐地执行 所以说普京既改变了宪法 也要监督和执行 未来宪法是否能够有效得到执行 我觉得它的责任是双同的 第一个 改变了游戏规则 第二个 要把整体的游戏怎么样很好的 良好的运转下去 这是普京的主要的一个责任 修宪改革并不是提出一个新的宪法 而是在现有宪法依然延续总统制的背景之下 提高了议会的权限 这是一种较为稳健而深思熟虑的权力结构方式 分权的目的是在建立一个新的制衡制度 有利于为未来总统的政务活动减轻负担 让更多的人为重要的人事任免和国家前途担责 在加强对俄罗斯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保护的问题上 新的宪法特别提出 本国利益和权力高于国际法的定位 这显然是一个重大的宣誓 但并不意味着俄罗斯完全无视国际法 而是不允许内政遭到干涉 普京不止一次地说过 身为俄罗斯的总统 当然首先考虑和代表的是 俄罗斯本身的国家利益 他许诺还要还俄罗斯人民 一个奇迹般的俄罗斯 系列改革的证明之下 也可以看出接下来 普京的总统生涯仍将践行动 在俄罗斯民众心中 普京完全是带领俄罗斯重返世界舞台的英雄 他无所不能精力旺盛 柔道八段 他却盗黑带九段 使冰球的健将 上天能开飞机灭火 下水能海底探饱 在西伯利亚 他赤膊钓鱼 单膝劈柴 在丛林当中制服老虎 天空上引领鹤群迁徙 他同默克尔常谈 同奥巴马调侃 潇洒自如 他也是继列宁之后 第二位能够直接阅读和流利 使用外语的国家领导人 普京已经连续十年 通过电视和广播直播的方式 同民众直接的对话 回答各种问题 展现出很亲民的一面 曾经他承诺过 要带一个生病的小女孩 去参观克里姆林宫 后来也真的做到了 特别是在吃饭的时候 还亲自为小女孩倒茶 慈善音乐会上 普京上台弹琴 在舞蹈学院 他单膝跪下 亲吻小女孩的手臂 那这些画面都非常的吸睛 普京就是这样一位全民的偶像 既是铁血硬汉 也不失峡谷柔情 1999年12月31日 俄时任总统叶利钦宣布辞职 由普京出任代总统 47岁的他 站上了这个庞大国家的权力之巅 到次年3月 普京高票当选总统时 俄罗斯正处于苏联解体的阵痛中 他上台后 大力整顿经济秩序 打击寡头 将尤科斯等石油巨头收归国有 俄罗斯经济状况逐渐改善 民众实际工资大幅增长 拖欠养老金和工资的问题 基本解决 普京的硬汉形象 从上台之初就展露无遗 坚持武力解决车臣问题 拒不妥协 车臣恐怖分子被清教后 普京威望大增 当地居民 基本都站到了联邦军队一边 越来越多的人追随普京 有反恐官员形容 人们感到一个非一般的人物出现了 苏联解体后 遗留下来的众多难题 叶利钦没有解决 那么普京的团队 首先在2001年以后 就他执政了不到一年的时间 首先解决了寡头的问题 其实寡头代表着俄罗斯各个利益集团的 你争我斗 那么这样的呢 使得俄罗斯确认了 如何在普京的团队基础之上 来解决国家发展的问题 没有普京就没有俄罗斯 应该是说 俄罗斯的国家利益 得到了普京全面的阐释 以及普京团队的实践 使得俄罗斯国家利益 得到了很多国家的尊重 普京的宽肩阔背 给人以硬汗的感觉 他与人握手时 厚重的手掌 会让人有铁腕之感 但他那坦诚而温和的蓝眼睛 似乎又在向外界 传递着俄罗斯的软实力 尽管俄罗斯遭到西方孤立 经济形势不断恶化 但凭借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 和爱国热情 普京支持率一直居高不下 在广袤的俄罗斯版图上 利益总是错综复杂 一场又一场的反恐战争 和危机处理 让普京的硬汉形象深入人心 从克格勃特工到一国领袖 普京的目标就是要恢复 俄罗斯的大国地位 对内他加强了联邦政府的权力 整顿经济秩序 加强军队建设 对外改善国际环境 拓展外交空间 普京大力的打击腐败 强力反恐 对车臣恐怖分子 曾经放出过那句名言 原谅他们是上帝的事 我的任务是送他们去见上帝 在机场抓到就在机场击毙 在厕所抓到就溺死在马桶里 普京对外的政策 也是强硬家务实 他非常善用军事威慑的手段 在具体的事务当中 又能够放下大国的姿态 最大限度地争取俄罗斯的国家利益 使俄罗斯成为国际舞台的领导者 而不是追随者 从政以来 普京的支持率就从来没有低过60% 尽管近年来 俄罗斯在国际政坛风云当中起起落落 但多数俄罗斯民众对普京的信赖 却始终如一 强大的国家不止来自石油美元 也来自强势的领导人 普京执政20年间 俄罗斯从濒临四分五裂的境地 成为如今让美欧都敬畏的国家 过去八年 尤其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 普京始终推行强硬的外交政策 收回克里米亚 应叙利亚政府要求 出兵打击再续伊斯兰国组织 再与欧洲相邻的西部军区 加强军力部署等等 即便遭受多重制裁 但俄强硬的外交路线并未改变 有评论认为 修宪之后 在中东 俄罗斯将继续巩固 在叙利亚问题上的主导权 在美洲 俄罗斯2019年3月 向委内瑞拉派出军事人员 提供军事物资 巩固了在拉美地区的利益 对非洲 俄罗斯2019年 举行了第一届和非洲国家领导人的峰会 正式重返非洲 这都表明了 俄罗斯正在提升政治影响力 早前 外界预期 普京到2024年很可能退而不休 如今看来 他要走的是一条永不严修的道路 这是2017年底 普京和支持者们互动的片段 有时非常强硬 有时有伤有凉 没有人真正了解普京 但可以肯定的是 印证了普京的那句话 再给我20年 你不会再认得俄罗斯 怎么到你对这些 在这个位置 原因 富店 恭喜 富店 都不想 富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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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 民眾心中一呼百應的英雄情節 分析指出 很多政治家 年深日久會產生忽視個人的態度 普通人對於他們來說 只是無窮無盡的票箱而已 但普京不是這樣 他始終有著學習 和不斷完善自己的願望 永遠知道民眾想要什麼 俄羅斯外交一個突出的特點 就是主動性很強 與美國和歐盟的交往當中 俄羅斯不迴避問題 通過對某個具體議題做出調整 迅速獲得先機 採取一些戰術性的動作 取得戰略性效果 凸顯危機管控的能力 手裡拿著劍去談判 也是俄羅斯外交一個鮮明的特點 以強大的軍事實力為後盾 其外交的主動性就逐步的增強 對美外交無疑是俄羅斯外交棋盤 當中的重要角色 普京執政期間 與美國在國際舞台上曾多次過招 從格魯吉亞到克里米亞 再到敘利亞 委內瑞拉 對美國的認識可謂經驗豐富 也深知如何應對 除了近期兩國多次在靠近對方 國境的空域攔截對方軍機之外 美國國防部還計劃 要投掣38億美元的巨款 啟動歐洲威懾倡議 專門遏制俄羅斯在歐洲的海上軍事力量 那隨著普京進一步鞏固自己的權力 俄美決力是否持續升級 俄羅斯儘管實行多黨制 但是在各級政府 議會 經濟結構當中 其主導作用的一直都是統一俄羅斯黨 緊跟普京維護現有體制 普京希望俄羅斯能有一個最大限度 凝聚明星的意識形態 而隨著美國大選年 大家也把目光轉往了美國 美國在選舉階段最大的爭議點 就是選舉人團制度 那總統最終是由選舉人團選舉產生的 而選舉人團實際上是民選 由各個州議會產生 這也就導致了近40年的美國總統 幾乎都很少響應公眾利益 無論是在選舉期間說過怎樣的承諾 選舉成功之後 都會更偏向於深厚的利益集團 而背離民眾 那看上去兩黨或多黨競爭性的選舉 是有利於社會和選民問責的 但實際上選民只能期待下一次投票 改選他人 疫情襲擊美國造成大量人員死亡 並不是第一次 早在2010年的H1N1流感疫情 就有近6000萬美國人感染 死亡人數過萬 最終導致甲流成為季節性流感 當時的美國疾控中心 第一時間做出反應 並開始疫苗研製 向公眾發佈情況說明 而時任總統奧巴馬趁此機會 將自己的醫改新政推行了下去 使得美國未參保的人數 降到了不足一成 這對於其支持率的提升 有著非常大的幫助 而醫改雖然問題很多 但依然顯示出可以持續的態勢 但這次的新冠疫情 感染率和死亡率大大超過H1N1 在疫情發生前 特朗普政府就砍掉了 將公共衛生支出大幅度削減 而在疫情發生後 將疫情的嚴重程度刻意淡化 對於醫療專家的建議 表現出極大的不信任 分析指出 這一切的根本 還是因為美國制度的失敗 而不是公共衛生應對上的問題 在面臨巨大災難時 通常 民眾對於聯邦政府 都有著極高的期望值和信任 但在新冠疫情來臨的關口 特朗普政府卻給民眾的信任 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打擊 這也導致美國新冠疫情大幅反彈 全美單日新增確診病例 在7月1號再創新高 超過了5萬例 7月4號是美國國慶日 衛生官員敦促民眾 減少假日週末慶祝活動 加州等地也提前關閉了 酒吧 電影院和餐館 以避免大規模的交叉傳播 由於疫情反彈嚴重 全美至少有23個州 暫停了重啟經濟計劃 而總統特朗普則在7月2號 在白宮召開記者會 大力稱讚美國經濟 正在全面復蘇 指出美國6月增長了480萬分就業 失業率跌至11.1% 股市也屡創新高 特朗普更預測 經濟在第三季度 會有強勁增長 在大選前 將會有更好的數據出爐 美國新冠肺炎的確診人數 和死亡人數高企 加上種族議題所帶來的社會動盪 總統特朗普也遭受 越來越多的人批評 人氣大不如從前 曾經被很多西方 譽為制度燈塔的美國 在疫情處理方面 制度的劣勢也逐步凸顯 美國的政客們 並沒有專注於抗議 卻用心於甩鍋推責 兩黨的利益之爭也肆無忌憚 推動著社會分裂 欲發向極端化的方向發展 不僅從更深的層次 影響到美國的經濟社會民生 還從根本上也侵蝕了 美國民眾團結起來的社會基礎 曾經擔任奧巴馬演講撰稿人的 戴維利特 近日在《時代週刊》上寫文章 指出 無論是美國的選舉制度 還是政治獻金制度 無論是已經劃定的美國國會選區 還是遊說集團 對政策制定的影響作用 都造成美國政府 是一個被更少數人左右 服務於更少數人的政府 美國的政客 不會因為他們的死亡 而做出對民眾更有利的政策 還會有更多的人因此而喪命 除了加快研發疫苗之外 美國衛生部6月30號宣布 以同意購買50萬劑抗病毒藥物 瑞德西韋 專供美國醫院的新冠病人使用 然而無論何種靈帶妙藥 都改變不了特朗普政府抗疫不力的事實 CNBC近期民調顯示 特朗普的支持率低於40% 特別是在防疫政策方面 民主黨候選人拜登的支持率 大超特朗普14個百分點 是今年以來兩人最大差距 美國民主黨總統參選人拜登 抨擊總統特朗普 稱特朗普應對新冠病毒的政策失敗 並且已經投降 拜登提出向所有美國人 提供免費新冠測試 同時建立一個10萬人的 全國性新冠追蹤工作團隊 並增加新冠測試站點的數量 拜登表示一旦他當選美國總統 他會立即致電美國國立研究院 過敏與傳染病研究所所長福奇 邀請福奇幫助自己共同對抗疫情 福奇將擁有進入橢圓形辦公室 直接與總統對話的所有權限 拜登形容2020年美國總統大選 是現代史上最不同尋常的競選 他不會像特朗普一樣舉行大型集會活動 而是可能通過網絡的形式 與更多人進行溝通 對於特朗普曾諷刺拜登認知能力下降 拜登回應他迫不及待地 想要與特朗普一較高下 承諾將與特朗普進行三場總統辯論 而特朗普在接受訪問時也罕見承認 自己可能輸掉總統大選 因為有部分人不喜歡自己 這也讓接下來的選情充滿不確定性 我認為美國現在的兩黨政治呢 充滿了政黨的矛盾 顯示出來沒有任何的國際責任 而且呢在對外政策裡面 我們看到的都是對於別的國家 一些偏執的一些看法 比如說在疫情之後 就會面臨著誰來領導 怎麼解決問題 解決什麼問題 那麼我們請問在美國的選舉當中 哪一位總統提出來了 這些意見 國會兩黨共和黨和民主黨 誰提出來了 怎麼解決疫情之後 整個全球化的問題 怎麼解決後全球化時代 這個產業鏈條彌補的問題 這樣使得呢 我們現在看到一個非常弱勢的 拜登候選人 以及不太有民意支持的 特朗普候選人 兩位呢 都偏執在各自的攻堅上 而對於整體世界發展 沒有意見 美國如為作為一個 全球上比較強勢的國家 你到底要不要指出一個方向來 到底要不要啊 具體的進程當中 來貢獻自己的責任 沒有看到 那麼這樣的選舉呢 我認為有非常大的弊柄 既沒有前瞻 也不腳踏實地 解決不了任何問題 而且最後呢 在黑人問題上 一個弗洛伊德問題 使得全美國都在 不能說暴動 也都陷入到混亂當中 那麼選舉呢 沒有解決問題 只是在放大問題 放大了以後呢 還最終解決不了問題 我認為這是 美國選舉最大的問題 因為是否有的 每次都在改變 在一個女生 我們可以再檢查 一段時間 合理的 我們在一起 我們在一起